杨敏一直以来就被视作十分优秀的女演员 演出的作品也大多受到好评 近来又因为真正男子汉里的本色表现而圈粉无数 我们的训练的项目都是真的军人的训练的项目 就是你们说做秀或者怎么样 真的没有每天真的很辛苦 但是大家都非常努力地在训练 即使工作忙碌 也不忘陪伴和刘凯威所生的女儿小糯米 今日却被爆出她将单纲演出 知名小说扶摇皇后改编的同名电视剧 而这部电视剧的女主角传出原定是陈乔恩 消息一出引起网友热烈讨论 有消息指出杨敏江乔大良演出扶摇皇后女主角梦扶摇一绝 该剧改编自同名小说 描写未收集五周密令踏上历险旅程 并在途中与无极皇余太子掌声无忌相遇相爱的情况故事 先前传出电视剧将由陈乔恩演出 也预计在8月开机拍摄 但这一直没有后续消息 直到30日才爆出女主角将换由杨敏演出 虽然杨敏有过多部普通作品 不少原本期待陈乔恩演出的粉丝感到失望 由于陈乔恩曾演出 消耗江湖中的东方不败一绝 有人认为陈乔恩更适合演出孟扶摇这样 可清纯可喜爱的角色 不过也有人替杨敏说话 认为杨敏的演技并不算太糟 且看好她的人气 可替该剧引来一定收拾裙 杨敏现在的人气越来越高 不仅仅只是她的演技越来越好 现在的四伏搭配也越来越赞了 着装品位也是层层飙升啊 机场节拍更是引领时尚潮流 一年四季穿的最多的就是裙子 上衣穿的是秋冬装 下身还是穿短裤短裙 为了露腿也真是拼了 千篇一律的露腿大法 简直要看腻了是不是啊 我们的大命名就是要将露腿进行到底的节奏啊 就在前段时间 杨敏还登上了某知名杂志 最新一期的封面大片 照片中大命名面如娇俏 身姿撩人 满屏少女感真是挡也挡不住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fehnar 杨敏